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捡到六只兔子 一觉醒来全部变成美女的故事 影视片开始,一群人正在大街上围攻一名小男孩 仔细一看,男孩长着两颗格外突出的大门牙 就像老鼠一样 原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幻化人形虫 而这个小男孩就是老鼠所化 善良的小野不忍看男孩被欺负 从众人手中救下了他 这天,小野在拉客的时候遇到了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 汽车行至一段距离后 男子嘱咐小帅帮他保管一个纸箱 而后便钱也没付就跑掉了 回到家的小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纸箱 没想到里面竟是六只活泼可爱的小白兔 隔天一早,等小野再次醒来的时候 屋内突然出现了六个漂亮的美女 小野瞬间呆住了 缓了缓后才意识到原来这六个美女全是兔子所化成的 刚巧这时候,小野的女朋友波波来访 两人正准备为爱鼓掌的时候 一群美女蹦出来,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为了摆脱他们,小野开车将六人带到郊外 打算丢弃 可是晚上回去一看,他们又竟然找上门了 无奈的小野只好将其全部收留 这下小野可算是掉进了温柔箱 这六个兔妹又是洗衣做饭,又是帮忙做家务 每天睡觉还可以左拥右抱,幸福得不得了 然而好景不长,人心虫统治者狗大帅得知了此事 他之前与兔子家族有过恩怨,还历史要杀光所有的兔子 于是便派出手下大黄去执行暗杀任务 却不想半路被小野的好基友演进阁 误认为是来给小野庆祝生日的 就这样他被莫名其妙的被拉到了生日party上 虽说任务失败了,不过好歹混了一顿饭也算不错了 后来狗大帅又派出了沙雕三人组 结果刚一出场就被兔妹们当成坏人给暴揍了一顿 无奈的三人只好找到自己的舅舅社会哥寻求帮助 社会哥出场就是不一般 轻轻松松把所有人都给绑了起来 还威胁小野拿出一百万作为精神损失费 正当小野为钱的事而发愁时 狗大帅找到他 表明只需要将六只兔妹交出来就可以获得一百万 小野当即拒绝了 现在的他早已把六只兔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他又怎么会为钱而出卖他们呢 眼镜哥为了早日凑狗钱 带着兔妹们跑去宠物乐园给人陪酒 却不想反而帮了倒忙 刚好碰到沙雕三人组 结果又把人揍了一顿 这下好了 不仅小野受到牵连 原本的一百万也变成了两百万 其中一只兔小妹见小野受伤 便用自己的灵力帮他修复好了伤口 可由于使用过度导致生命危在旦夕 医生告诉小野 想要治好他的病需要两百万的手术费 然而还没等小野凑狗钱 兔小妹就因灵力不支而变回了原形 小野悲痛欲绝 终日郁郁寡欢 兔小妹们为了逗他开心 精心排练了一支舞蹈 小野感动得热泪盈眶 隔天小野决定带着兔小妹们离开这个地方 可还没走多远 就被狗大帅发现给抓了起来 在监狱里 小野碰到了当初的那名男子 原来他是兔小妹们的哥哥 几人刚逃出去又遇到了狗大帅 结果再一次被抓了起来 为了对付狗大帅 兔小妹们将自己的灵力灌注到小野的体内 很快狗大帅一行人便败下阵来 郑宇离开之际 一旁的化工厂突发爆炸 而小野并没有自行离开 而是带着狗大帅一起逃了出去 影片的最后 小野再次收到了装着六只兔子的箱子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话说如果有一天 你养的宠物变成了人类 你会怎么做呢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